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 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 我喜欢那样的梦 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 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 所有被浪费的时光 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与感激 从外观讲不错 想当年我画模特的时候就这样子 就有一个长得这样 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 却又觉得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 好像你我才初初相遇 祝愿所有来参加选择的单身朋友 祝愿你们早日收获自己的幸福 早日实现自己心中那个美丽的梦想 谢谢 一号女士王白石 六十岁 级别人 离异 退休 选择语录 找一位人品好 善良 身体好 有修养 能够相互欣赏情投意合的有缘男士 欢迎您 欢迎您 观众朋友们好 您这身衣服很漂亮 来给我们整个模特布吧 这一看就是为这准备的 好来 马老师 来 马老师像跟班的 这就是模特的台布 找得不错啊 说的话 我搞美术的 这个难不就我 我原来最早服装人家锁的 上不上 如果找一个男朋友 像马老师这样的 您觉得能受得了吗 没事 能受得了 也能凑啊 是吧 您能忍受吗 说实话 忍受不了 你回门 肯定忍受不了 请坐 气势强 对 恐怕收不住 没错 你说这 我们俩的观点基本上 您这名字叫王白石啊 是 您这应该姓齐多好了 六十岁 六十岁极令人离异 退休 选择语录 哎呦 很长一段啊 找一位 人品好 善良 身体好 有修养 能够互相欣赏 情投意合的 有缘 有缘 男士 哎呦 这长了点啊 所以你说 找不到 对很难 就马老是这样的 你只能忍受 从选择语录 比较完美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 那么一个什么样的 这样的人 才能够符合您的要求 也给您个想好的建议 就是 是否 这样的人 大概是 站的比例有多大 符合这个条件的是否属于我 这是要考虑的 因为您这样的一种条件 可能比例 就是金字塔 就有可能到那个尖上去了 因为您的状态 可能也在那个尖上 但是这个选色的范围 就会更小一点 这什么文化程度啊 估计文化素养 可能比较高吧 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吧 什么时候离异的 我是2010年 但是 那个婚姻的感情破裂 已经是十多年了 又是一个 一直在忍耐中 对 熬过来的女人 对 那么多年 其实 我相信孩子 已经应该很大了 对不对 三十多岁了 已经有孙子了 对呀 那为什么年轻的时候 没有想过 各自去寻找幸福 一直在忍耐呢 作为女同志 还是为了孩子 想得多一些的 总是下不了决心 那会儿 母亲就是为了孩子 大部分都是为了孩子 伟大不伟大 只有自己知道 成职 付出 你们有什么问题 会让你觉得 这段婚姻没有意思了 对于我不管 就是 有你在和没你在 不那么在意了 我觉得这个 是最 最痛苦的 是 就你们的生活很怪异 外人看上去 可能还挺好的 对对对 而且很多人 可能以为是 我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漂亮啊 又爱收拾啊 对 所以好多人 可能就有一些个误解 看言台话语 还挺温柔的 是吧 这个东西啊 得看内心 你光看外表 或者光看内 你不知道内心的变化 假如你们没离婚 如果有一天你生病了 你认为他会 在你床前 非常好地伺候你吗 不会 就是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 你看有一次 我发烧 自己早上起来发烧了 我就自己上医院去看着了 当时婆婆也在 她也知道我有病了 然后到医院之后呢 就输液了 我都饿到两点钟了 她也没看我 然后回家 我就是特别生气 我说我住院了 我说我在医院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我 她说对 我往你们医院打过电话 说你没住院 我呢洗个澡 我就睡觉了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 婚姻中最大的杀手 其实还真的不是 感情有了问题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最大的杀手是冷漠 当一个人已经是 另外一个人 为空气的时候 她可能真的比 爆炒一顿 甚至动手 比这些都可怕 对 真挺不容易的 像这么大算 最起码都得忍受 二三十年 是吧 对 我跟孩子说过一次 我说我想和你爸爸离婚 然后我儿子说 妈你还是等我大一点 我自己能自立了 所以听了孩子这句话 我实在是也下不了决心 为了孩子过呗 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呀 觉得离婚特别 特别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 如果说的话长一点呢 就是说我自己的身世 好像也使我就是 不愿意离婚 我的父母在我三个月的时候 他们离异了 我爸爸不要我了 九天 我妈妈生活九天 就是我奶奶在侧乎我 一直把我带大 所以说我童年呢 就是说一直是漂泊的这种生活 东家西家 因为哪一家也不可能 收留两个人 奶奶对你好吗 当然了 所以说到最后呢 就是他们各自都有家庭了 也各自有孩子了 我妈妈后来也组建家庭了 他们都各自有一儿一女 所以我呢 就是我唯独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 我奶奶带完我之后 我有了家 有了孩子了 我奶奶又帮着我来带孩子 就是这样 我太太哪一年走的呀 奶奶是 九八年 所以奶奶走了之后 你更会觉得 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那个人走了 对 想他吧 当然了 所以你这辈子其实挺坎坷的 真正疼爱你的人并不多 是 我就想 爸爸都不喜欢 反正找了一个丈夫 也不爱你 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好失败 是这样 不想哭 经理来讲 挺坎坷的 人家女士不容易 那时候结婚期的时候 没有什么感情 就像想在那儿 有感情 有爱情 没有 我这么大岁 不懂得什么叫爱 我觉得啊 也许中间 你跟你的丈夫有误会 那就是说 从他来讲可能没有给足你爱 可能爱的没有你需要的那么多 因为你想想看 你从小缺乏父爱 对吧 然后整个的爱 可能除了奶奶以外 是吧 别的爱给的都不足 因为他们后来又都结婚了 又有新的孩子 对吧 你又是漂泊到这家 漂泊到那一家 所以你获得一个始终如一的爱呢 一直在这个方面没有饱和 那么你可能就特别希望一个男人 特别专心致志 然后特别很饱和地给你一份爱 不是他给的不够 或者说他也许爱的能力也不强 但是你要的一定很多 不是说在为他开脱 我们也不太了解他 而是说 有的时候生活中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就是不是对方给的不够 而是我们需要的更多 我觉得前面你太挪着了 你想想二十多年的婚姻 你还一直在笑着给我讲 你这样自己会心里很累很累 所以我真的挺希望你哭的 我觉得你哭出来 你就会舒服一点 你拥有奶奶百分之百的完整的爱 而且是从头到尾 其实看您的这张照片 我们完全看不出来你有这样的身世 也就是说 我觉得可能爱的内核都是共通的 就奶奶给你的这份百分之百的爱 也许能够代替母爱 也能代替父爱 然后你还有一个儿子 我相信儿子应该也是爱你的 肯定关系不错 对 孩子 儿子儿媳妇特别好 对 尤其儿媳妇 我来这里头 报名都是儿媳妇给我 给我报的名 又给我张罗买 买饰品 买衣服 又要做发型 还有买化妆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儿媳妇一想吧 你老在家里这郁闷着吧 她也闹心呢 赶紧给你找个伴 你就出去溜达去了 她不就能自由一点吗 女人面向喜笑 她面向很好的 你猜猜今天我们的两位先生 对您印象怎么样 我猜不到 来 一号先生您好 一号 对我们一号女士印象如何 挺阳光的 您是哪里人啊 五三年到北京 从天津 您五三年到北京 现在还说的不是普通话 还有点天津话 五三年到北京 五三年到现在 六十年了 六十年了 对 二号男嘉宾 对 您对我们这位女士印象怎么样 很好 很好 对 你喜欢吗 喜欢 人长得漂亮 可不都喜欢吗 何人 您喜欢漂亮的 不是 这人本身这个女士长得就漂亮 可不就喜欢呗 就仅仅是因为漂亮吗 不是 咱先就看外表来讲 我是那么想 喜欢 您哪里人啊 老家是河北 现在在北京 户口呢 户口是北京的 我来到北京工作 后来当兵 又回到北京 哦 我看出来了 今天咱们是南枪北调北京人 在一号男嘉宾出场之前 我觉得您这照片 您就应该跳一段 尤其是跟马老师跳一段 是吧 那个马老师 作为一位先生 您应该主动邀请女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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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不错 跳 从他那个照片那个 照的那个姿态 肯定不错 这方面细盘 挺 挺 挺 酸的 好 谢谢 谢谢 我看出来了 还好 我看出来了 马老师 你不是踩人脚 就是把人给弄歪了 那跳舞水已经严重下降了 严重下降了 在姐面前 我是感觉到有点紧张 我骗着 但没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刚才这个过程中 这位大体还是挺随和的 您经常跳错 人家还是都随着您了 对吧 是这样的 也许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还会跳舞呢 咱再重新展示一下 是吧 好 来掌声邀请 一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姓周 叫周成 我的年龄在70岁 我的原来的工作单位是 牡丹店鱼厂 设计所 我是上偶 我平常喜好 经济 给人家打鼓 每个星期有五天 上午都在活动 活动来解除我的郁闷 我需要找一个宽容大方 同时能互相包容的 健康女士为伴 是读成吗 念成 这字我还真不认识 三天属一个登山的登是点写 这是凡几 这谁给您起的名字呀 我父亲呢 这张照片是您在挑大鼓吗 对对对 我不是大鼓 这个您都不知道了 这是京剧里的板鼓 这我还真不知道 你乐队里头吧 那个唱西洋歌曲 他们有个指挥吗 对 这个相当于这个 在西洋的乐队指挥 您还是指挥呢 我这是玩的 玩的 这个玩的这几年 学东西学的 我就发现您说话 可能天津人啊 说话就是 偶尔带着天津口音 不是您这说话太像马三立先生了 还可以 那个口音不是很重 挺好的 闻人味 表面还不错 这边说话特别慢 然后呢 那个字里边有那个音 可能玩京剧有关系吧 玩京剧 您能唱两句吗 唱也可以啊 因为现在在座的 大部分四多岁 我一看到五多岁的 我不能唱老续 老续大会儿听不懂 对您就唱个现代经历 我唱那个现代续 这个 沙家帮 沙家帮里 一拍就沙家帮 我说 我说 唱得挺好 小英哥大哥哥 唱得还不错 满江土遍地 共产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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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段您会吗 名段会啊 打龙袍 打龙袍 那有短点的吗 这个短 我很短 我不选唱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喜欢这个东西 哦哦 好 打个龙袍 来 这叫门高 这是皇上他骂 龙居凤年 金黄 卡 那 好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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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爱听人 这个不是说我们特别爱听 但关键是听不懂 就我就是我为什么刚才选那个呢 这个是老续嗯 那个是现代续对因为他们五六岁都听过这个是吧 是吗建益老师啊 听样板戏长大的吗 刚才那段你很熟悉吗 老先生唱得不错 当然当然 他唱得也挺好气啊 比较足 我在票房里头 我 除了星期二星期三没有票房 我不敢安排我每天都有 大伙在那唱 这个伴奏我给他打这个锅鼓 哦 就等于是相当于一个五场 就这最厉害的叫五场 明白 嗯 别看您七十岁了 您底气特别的足 嗯 这就说明您仍然是身体好 我头发现在还相对少点 原来更多 是真的吗 呃真的 能拽一下吗 啊 这个拽一下 这我就不合适叔叔 您都比我爸爸年龄大了 我这拽一下不合适吧 没事 你这我我什么都没事 真的 的确是头发 哈哈哈哈 我头发测度 对 来来来好 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姐啊 对于这个年龄 您有介意吗 毕竟十岁的差距 我估计可能十岁还要多一点 我就是选择七十岁以下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对对 我也觉得 比如说二十岁的一个女孩子 要嫁给一个三十岁的男人 这个我们相对来说呢 就觉着 因为毕竟生命还很长 这个六十岁要找一个七十岁的 我估计您可能心里边 会有一定的压力 对吗 但是这个现在人很好 挺好 来 二号女嘉宾您好 您好 二号 哎呀我就是你们这年龄 我真应该叫阿姨了哈 嗯 别客气王芳 你希望我怎么称呼您 嗯 您就叫我小贾同志 小贾 小贾 小贾同志 对 不是这这这我我不是领导 我不能这么称呼您 没事 您想让我叫姐还叫阿姨吧 嗯 那您就叫我姐吧 叫您姐 好 好二号大姐您对一号说 也不行啊 哈哈哈哈 太倍了 没事 我管您叫大哥您觉得行吗 您说什么都没事 对就是观众 批评我 因为很多观众啊经常写信 说你这太不合适了 人都六十多岁了 你叫大哥 你这太没礼貌了 所以我就 那我就叫大哥了哈 没事 好二号大姐您对一号大哥印象怎么样啊 挺好的 挺好的 嗯 呦 有戏耶 您的年龄跟他差了多吗 嗯 差七岁 他年龄上还可以吧 还可以 嗯 三号大姐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位哥哥还挺干净利落 啊 我再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 您觉得是二号更喜欢这位大哥 还是您更喜欢这位大哥 都不错 都不错 对 假如一号大哥给您送花了 您会接吗 我先慎重一些 我自己经历比较坎坷 我自己也谨慎一些 看来二号和三号 对我们一号先生都还挺喜欢的 那这样 那咱休息一下 好 等待机会 好不好 好 相信你一定会有爱情 谢谢 好吗 好 好 来一号先生 谢谢 谢谢 也不是能感 我刚回来 我骑电动车 大家伙说 年岁大了去慢点吧 乖了 去慢都麻烦了 嗯 你知道吧 他外地 有一个外地送盒饭的一个女的 把我给刮倒了 哎呦 整个这车把 把刮折地 这块缝六针 哎呀 这哪年的事啊 前年 11年 前年 嗯 结果不正好离这二炮医院嘛 最后我 我没办法 我家没人 嗯 姑娘她们都上班 就一个就一个姑娘 嗯 接着怎么办 我把我弟弟叫来 他并不说要人 饿人家 绝对 对对对对 就是最起码的我 得一会儿都在这儿盯着了 没错 也就是那个时候您觉着 哎呦 这身边有个伴就好了 对 就是这个问题 老伴老伴嘛 就互相帮扶 你说有子女 不在身边 因为有老伴肯定在身边 都都都说马上可以照顾照顾 几点最难受啊 四点 到六点点多 为什么呀 没有说话的 我这人是爱快乐的人 嗯 我不是说是想你闷闷吃吃我 我这人挺挺欢乐的 嗯 可是没有交流 嗯 这段时间必要 就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 是您的孤独寂寞时 哎 然后在最后晚上 来看您的选择 看完选择睡觉 就睡觉 哦 也就是说您对我们几个人 应该是非常熟悉 那太熟悉了 是吧 那您知道我们那个团队里 谁腿最短吗 不好说 不好说还是不能说呀 最好是不说 不说呀 但是您知道吗 我觉得 这其实每一个人 如果有个特点就挺好的 对 你比如说建一老师的假头套 对吧 哎 那大爷您来瞪瞪了 我得希望您今天彻底平凡 你知道吗 现在在网上问我 那头发真的假人太多 回答不过来了 不是 我不动 您甭 您看 我刚说 我认为 王剑一老师 这头发是真的 真发 这是头发吧 是头发 但您带上来的 你觉得疼来了吗 当然了 他下狠手 他 你觉得疼来了 对呀 假的 不管是真的假的 心态好 比什么都强 就是 太好了 虽然真棒 您这个爱人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07年 所以挺遗憾的 他是个很过日的人 过日的人 非常强势 我是弱势 也就是说您在婚姻生活中 其实是挺受欺负的 不不不 他不是无缘无不欺负 他说这点我非常佩服 所有的权利 全归他 也就是说管钱是人家的事 一月够二百块钱 我吃饭 我这人不是什么 除了那边抽隔间 现在呢 现在也抽 两天半一喝 我抽的很少 假如说有一个女士跟您在一起了 她说希望您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我这话在这说了 我这人说一不二 太好了 我们今天找到找不到对象 咱不知道 起码得先把这先生的烟给戒了 这个老伴什么原因去世的 他是结肠癌 哎呦 我回家了一天 又那街风啊 也是我们三位 给他陪着 说周周周周回来了 赶紧上医院看看 他是身体不舒服 到了医院 已经不舒服才发现 啊 对啊 他这人不说 也没做检查 之前 没做检查 到了医院就发现已经是结肠癌了 哎 到了医院之后 人家急诊室完之后 说个这溜渡院 也就四个半月不到五个月 就发现到走就四个多月 对对 在病房里头过得六十大寿 其实才六十岁 给他过的 一辈子不吃肉 什么肉都不吃 嗯 除了虾肉和鱼肉 因为他是山东融成的 嗯 海边 这次病了 我第一次看他吃肉 您跟这老伴封公鱼 走了有将近四十年吧 对 突然离开会不会好伤心啊 那当然了 这是肯定 他这个人很好 孩子也大了 对不对 也退休了 也得享受生活了 结果 从2007年到今年 已经六年的时间了 对 这六年的时间里 您就没在 别人给您介绍一个 或者是碰上一个 介绍过 也是票房里头 该怎么说怎么说 这个人很好 嗯 喜欢您吗 喜欢啊 他就是太在意我 我受不了了 哦 为什么 我在票房里头 不能光跟男士说话吧 你这都跟你说话 您唱什么 我得先问吧 一说话就不行 您一说话 她的眼睛就挑着你 哎呦 弄得我很 笑不来台 不能随便跟女士说话 哎 多次了 这不是一次两次了 她这个脑门 她老往这放下 就敏感性 哎 太敏感了 您挺吃香的呀 受罪 什么叫吃香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您两个女人这么爱您 您在年近七十的时候 碰到这样的爱情 我很理解 她是被她丈夫抛弃的 她后来骂我 我这人我均不住骂 她骂我说不了 我怎么着 我说你胆子呢 那咱们去吧 我好好证明说的 我的工资卡 存着钥匙全载上来的 您这倒是 不管找谁都交 我不全 我全交 嗯 她就要说这人非常人品好啊 她说好 明天后天咱们俩见个面 我把这些全给你 真如素给我 我给切个欠条 你怎么还切欠条了 收条 不是收条 就收条 哈哈哈哈 我给我给牵一个收条 然后再没联系 再没联系 她也没有联系您 哎 说在来有时候也想念她 不过这个人我盯不住啊 你在意是对 你得有 你分寸 你不能我 不能跟你说话 你看咱俩俩俩说话 她眼睛肯定都斜斜斜斜 你妈呀 我还要离一把线吧 我 千亿老师您跟这 先生分析分析 我难受 你这样 我觉得这些人挺可爱的 挺幽默的 挺幽默 而且她挺阳光 确实是如您自己所说 就是您挺开朗阳光的 你看 你们俩都发生这样的事 您还说 她人品好 是吧 她都给我如数送回来了 是 您对人的评价 我到现在说她人不错 对 您对人的评价 趋于积极的解释 您比较您对您老伴 老伴挺强势的 是吧 但您说人好 会过日子 特别特别好 你看您这样就是 觉得您特别善良 您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自己生活安排的很丰富 其实这一点呢 我们也给好多老年人这样的建议 别把自己捐在家里 觉得我怎么那么可怜呢 这种事怎么让我给摊上了 本来晚年应该是相互支持 相互搀扶的时候 怎么她就会离开了呢 既然这件事情是落在我们头上了 那我们的生活还是要该怎么过怎么过的 您刚才讲的那一段 您也分析了 就那个女士可能在之前呢 她的前夫因为有了别的事 所以她就有一点不大相信人了 已经过去那段 我们就不再过多的去描述了 但是相信那个女士对您的爱真的是很多的 是 我这人自信心也比较强 嗯 你既然不相信我 那 那还干什么 她只是对您的爱要求更多一点 都给我吧 你跟别人别接触了 马老师我不说别人 如果您这有一个女士要挣着 对我 我怕 对不对 您受不了 您还别打茶 我想说这事 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你想啊 我们三位都是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 那么去分析的时候肯定是 这也是一种因和果 就是这个果就是看起来对您卡的特别紧 不撒手 紧拽着 不允许跟任何女性接触 就跟之前她那份经历 我相信她可能过去也是深深的爱过 最后 因为对方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让她不再相信了 周先生其实也跟我们讲了一刻 就是在情感过程中 任何事情是有度的 对 对 谢谢 刚才又听那张照片 跟老伴那张照片啊 给我的感觉就是 一个老伴特别妩媚 小鸟一人 然后您呢 特别有男人那种大丈夫的感觉 可能也是因为您的这种各的魅力 前面那位女士呢 对您就是稍稍有点不放心 然后我觉得您确实是 给我的感觉是八个字 有根有本有情有趣 为什么这么讲呢 做了一辈子技术工作 然后呢 生活非常有规律 人生的轨迹特别清晰 所以说这个先生怎么怎么看 都是一个过日子好手 都是一个择偶的好选择 挺优秀的 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男人 很有责任感的一个男人 这位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您好 这是您哥 非常荣幸 这是我亲哥 哎呦 有几点我觉得非常符合那个 刚才那个叫什么七白石啊 王白石啊 王白石啊 健康什么都有 透明度很强 三分钟可以把七十年的生平全了解了 人品没说的 那肯定 这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所以说我今天感觉到非常荣幸 如果能在这个 您是王方可是 包括这几位老师 都是著名的胡娘 和社会心理学家 嗯 所以 嗯 我们每次都是用 嗯 欣赏 嗯 谢谢 学习 受教育的心情 来点看这个选择 每次都这样 压力太大了 这个说完之后啊 王后会说 我还单着呢 你们能顺便帮我一个忙吗 没有 我 我透露一个小秘密 我07年就认识沙子老师了 所以沙子老师对我今后的人生有很大的指导性 不是你 我觉得我受益匪浅 不是 您现在找到了没有 您现在找到了没有 我没有 我现在这是我女朋友 哦 找到了呀 哦 您好 您找到了 所以你着急你哥的事儿 我哥哥近一年多 几乎天天都要给我打三四四点 嗯 他的一个 这个这个孤独性越来越强 嗯 所以我就开始想到咱们组织了 我有一次非常荣幸的 在节目里看的沙子老师了 我也感动了好几天 结果我们隔了五六年 沙子老师居然还认识我 也就是说那会儿你没上选择 竟然也能找到对象 我后来受到指导以后 我思想学物提高了 提高了 特别有听了马 马老师和那个 建一老师 我非常非常欣赏这几位老师 是吧 包括王导 您老师欣赏建一老师回去女朋友 在吃醋了 他不是山西人没关系 哎 我听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哥哥现在每天要给弟弟打三四次电话 请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赶紧抓紧时间 帮助这位先生 按照顺序 首先请让二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贾树林 我今年63岁了 我是北京人 我原来在单位医务史退休 现在一个人生活 这是我的家 我平常在家里特别喜欢搞家务 这是我的厨房 平常我自己在家做点饭 嗯 做点西餐 做点中餐 我特别爱吃水果 然后你看我买的草莓 平常呢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也自己看看书啊 嗯 看看电脑 嗯 一天的生活啊 也挺丰富多彩的 就是缺一个老伴 我爱人在几年前因病去世了 我一个人生活 感觉到很孤单 生活上有许多的不便利 所以想找一个有一定文化修养的 身体健康的男士为伴 哎呀 你们俩这对看内眼 我咋感觉 哗一股电就闪过来了呢 见到面是感觉还不错 还可以的 挺好的 好谢谢 请坐 今天这给自己弄的挺休闲啊 嗯 平时的头发就是这样吗 平常就这样 挺有气势的 是一个脑力劳动者 各有千秋 您的情况也是爱人去世对吗 对我爱人也是2010年去的事 对 2010年 10年 哎呦这个大姐 只要一说这一句话 眼泪就要流出来了 是 这样我先给您个纸巾背着 哈哈不要紧 谢谢谢谢 不要紧 他们应该有一部分共同理员 他们俩有共同的经历 好 这位先生真挺棒 您觉得那精细唱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唱得很好 哎 我说这个年代 咱们这个年岁了 就是应该快快乐乐的 是是是 把身体搞好比什么都强 身体是第一的 对对对 您是几个资女 我是一个小小小小孩 男孩 女孩 咱俩一样 我也是女孩 您也是女孩 我那女孩在艳纱工作 哦 您原来在什么单位工作 我原来在仪表系统 仪表局啊 对 那咱们都是一个系统的 是一个系统 我是做某单电视场的 你看 我是搞医的 医务室 哦 哦 我是一直没离开过技术部门 但是我觉得我把这想开了 再也不干了 干什么 干身体 干玩 他们俩的聊天还真挺有意思啊 我觉得你们俩还挺聊得来的 是吧 我说话比较直 比较开朗 其实他们俩是这个 陈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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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请建议老师说一句行吗 是 您这个 这是啥意思啊 您说你要老这动作 你前那边那个女友到不吃醋才鬼了呢 你也别打场 你现在年轻人家叫飞轮 你还是挺明白的 咱们俩是不同的 从他们俩的择偶来讲 择偶条件 年龄 还要都是丧偶啊等等 我觉得好像挺匹配的 就这位女士一上来 一打屏幕 我就觉得你们俩特别匹配 但是刚才这个聊天这个回合呢 因为现在这录制时间啊 正处在您这四点到六点最孤独的地方 所以您可见着人了 完了您就哎呀就画霞打开了 但是这位女士要找一个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男士 所以我不知道呢 这位在这位女士的这个价值观里头 您刚才的那个非常直率的表现 算是有文化修养呢 还是说好像还跟她说的那文化修养 还不太一样 这点我不太清楚了 嗯 这位女士您能回答一下吗 我喜欢比较安静斯文的那种文化修养 是吧 你看看我猜对了吧 所以您您保持您自己在家四点到六点那状态 这个状态真难受 您四点到六点在家是一种什么状态 除了难受的情绪 这个状态什么就看看电视 嗯 然后会来回走动 然后我再看看那个就是经济的图 嗯 嗯 也就这个了 嗯 也不外乎如此 二号大姐 我们这位先生呢 如果跟他走在一起呢 他可能会属于那种 什么都交给你一心一意的 和人过日子的人 刚才您说那句话说 其实您更喜欢喜欢那个安静一点的人 嗯 算是对先生那种拒绝吗 嗯 考虑考虑吧 还得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 这个先生挺优秀的 有责任心 嗯 而且才艺随发现也挺多的 嗯 而且也会很专一 是的 关键还能把工资卡交给您 是是是 现在这样的男人不多了 是的 您先我给你问问 嗯 现在这样男人真不多 大哥 您那工资卡交媳妇吗 我 我什么都不管 全给他认 好 你也交呀 您呢 我不交 你不交呀 哦 您住哪儿 但是 我住 知道大事我们俩商量 哦 您的那个 都不能问 哦 其实我这得看看 哈哈哈 从眼睛上好像还是应该是匹配的 其实你们演员都行 好 刚才聊得还不错啊 嗯 那我问您吧 您住那个牡丹园附近是吧 牡丹宾馆知道吧 知道 哎 就那儿 您住哪里啊 我住潮阳实力铺 哦 那离得也不算太远 实力铺 原来我这老伴都在实力铺那儿了 冥王厂 哦 对 实力铺 先生您即将离开现场 您有什么话对这位女生 我我 您这女生挺优秀 谢谢 谢谢您 这是祝您好运 好 也同样祝您好运 好 那个希望您能找到合适的好不好 那当然合适了 我想啊 好 那您休息一下时间 嘿 您看这几步跑的 真精神啊 这哪像七十岁的人呀 真气质 跟我原来老伴差不多 这老师比我有优势啊 我有什么优势 是啊 你原来一个系统呢 二号大姐 我想说说您的眉间文 怎样才会形成眉间文 一定是仇事特别多 或者说自己爱发仇 只有这两种可能性 您觉得您属于哪一种 你爱发仇 思维缜密 其人忧天 是是是 有点儿 一号女嘉宾我们可以想象 她从小那样的一个绅士 那样长大 但是我们会发现 她眉头倒挺斩的 您不一样 估计这人挺强势的 要是有点脾气够定 够有个性 肯定的 不是个欢乐性的人 是个内向性的人 您的爱人是四十多岁生病了 四十多岁的时候 我婆婆 就因为糖尿病住院了 当时呢 我就考虑是不是 胎有这个问题 遗传 对 结果一检查了 很严重了 当然血糖很高了 所以 就发现了有点晚了 发现了 以前根本就不知道 到那个府外医院 就给她会诊过 当时专家说 她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因为看到那个片子 核CT还有核磁 都说这个病人很厉害的 不可逆转了 因为她比较任性 我和孩子千方百计的给她治 可是她根本就不配合 她自己没把这病当回事 对 因为她年轻的时候身体可好了 她是运动员 所以我也挺遗憾的 自从她走了以后 我感到很孤单 她就看不见她的缺点了 全是优点 所以说失去了才这个珍惜 孩子培养出来以后 就到国外 所以北京就我一个人 在国外定居了吗 对 在挪威 应该说那边条件还是不错的 条件很好 我经常去 也不是特别开心 语言不通吧 语言不通 你英语也不会 对 因为条件都特别好 孩子对我也特别好 而且我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外孙 混血儿 混血儿 也特别漂亮 但是就跟人沟通不了 在北京吧 就一个人 儿女的感情啊 你代表不了老伴儿的感情 儿女再好她都上班走了 就你一人在家 条件很忧郁 但是现实是很忠担 前些日子是她的忌日 我对她的照片说了好多话 在怀念她 所以有时候也怨她 对我们娘俩也不负责任 女儿不太敢跟你提爸爸吧 是 怕你伤心 是的 所以您这个情况吧 又挺特殊的 孩子在那头 笨孩子吧 她哪怕是在广州 哪怕是在香港 都毕竟是国内 对对对 去了北欧 因为北欧那边华人又没有那么多 是 她还不像加拿大呀 像美国呀 就华人又比较多 对对对 朋友圈几乎没有 就是跟孩子说说话 因为我的姑爷是个外籍 当地的挪威人嘛 所以像咱们 深入的交流 不会的 所以女儿呢 也希望我能找一个伴侣 那也就是说如果谁娶了您的话 那得经常往挪威那边跑 也可以跑 可是年岁大了呢 就不能跑了 因为在北欧吧 气候特别不适合 特别寒冷 尤其冬天 那也就是说您准备就是在北京 将来就继续生活 那边就偶尔去 是吧 然后在北京找了老伴 是这意思吧 可能您呢 对您的另一半还真不是说 说这个我孤独 你能够就是陪我 然后呢咱俩就是就个伴不孤独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生活 恐怕您还真不是 这个条件就两个 一个身体健康 一个有一定文化修养 就这文化修养 到底是什么 您能给它 这可以议会 但你也需要言传 您能说什么 有一定学历的 而且呢工作呢 就是 不是像工厂里那种技术人员 就是机关 对 机关 学校 学校 医院 医院 对 谁都得有一个标准 但是标准呢 你得看人家提的标准 你答得到 答不到 你首先你对自己 你得有个正确的股量 有一些个见识 然后有一些个文化底蕴 好像那样能适合它一些吧 前面去世的这个丈夫 你说她 不太愿意控制自己的饮食 你说你有的时候会埋怨你的这个 这个先夫 然后说 撇下你一个女儿不管走掉了 那如果你要从这段婚姻中 吸取点什么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 说自我控制能力强一点的人 但是我也渐渐的发现啊 其实这个年龄的人 要是开始一种爱情 往往会投入的特别快 所以真的要相信爱情 要相信有可能碰到爱情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二号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请问您现在对我们二号女士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 特别好吗 很优秀 您觉得您够优秀吗 我一般吧 您这吞了呢怎么 人要谦虚点吗 就是得谦虚点 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挺帅啊 天天见面 真的呀 今天是第一次 邻居的接触 邻居的接触 希望能找到幸福 谢谢 好吗 好的 大家好 我叫邢汝文北京人 现年七十岁丧红 想找一位贤惠大度 能够包容面对现实的女士为伴 互帮互敬 共度夕阳红 到您的年龄来出来相亲 可能您是不是觉得稍有些不自然 有点紧张也无所谓 反正总得找个爱 对 我相信爱情 假如您爱上一个女士 会管她叫老宝贝吗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啊 气质来讲 可能她又比前一个 要稍稍好一些 身体还不错 现在一个人没有什么乐子 就是没事溜溜弯 下下棋 活的活的就是 您这每天四点到六点都怎么过呀 四点到六点 这时候正好看电视 我建议您以后四点到六点 那样是难受 您给一号男嘉宾打电话 很有可能 建议老师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挺好挺好 没有女朋友的时候先有几个哥们 是不是 对对对 同名相连呀 那一号女嘉宾你联系了吗 你不联系我可联系了啊 多好啊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人 再结合的话 都会很珍惜最后这段感情的 邢鲁文先生 也七十岁了 对 习惯北京婚姻状况丧偶 企业管理退休 也就过去您是领导 你办的管理人员吗 找一位贤惠大度包容的女士 是共度余生 您是在哪一方面的企业 退休的 原来就在北京建工集团 后来我去当兵去了 当兵回来 又回到原单位 建工集团 对 现在就在原单位退休 其实条件都是最好的 我就想找一个人带着我 让我赏心的人 您对我们二号女嘉宾印象是非常好的 很好 好 请你们交流一下 看到二号女嘉宾 这个表情好像对您印象也不错 您好 您在哪个区啊 我在海滇 八大学院那边 那老地方就是北太盟庄 西边一点 大中寺 东边一点 那中间 你有几个小孩啊 我小孩超了 三个 太多了 嗯 现在都独立了 老大老二 在北京 我老三十个闺女 在美国定居 哎呀 你们俩这情况倒挺有意思 万一你们俩早成了 三个月和那个挪威 三个月美国 三个月北京 三个月 又挪威 换一下 在美国什么什么州啊 佛罗比达 奥兰多 我认为那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 人很少才六十万 来继续继续别打扰你们 您这个经历也是挺坎坷的 是 别想的太多 现在咱们这年龄就是注重身体 心态要好 对身体有很大的好 您老爸是什么病去世的 失道癌 一年吧 从发现到去世 一年 真是 听两位聊天的时候 最终感情 首先呢 我们经常讲演员 所谓的演员面前 好多条件都不是条件 但是大家可能心里边会有一个结 就是首先身体状况 因为两位您看 都有相同的经历 一定会把对方身体情况怎么样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那个邢先生 您身体怎么样 身体很好 很好 年轻时候就爱运动 爱运动的 那么就是 这个是最重要的 再之后呢 大家有话说 另外我觉得呢 邢先生这个语速跟您也特别冷和 你如果让您给这位先生 现在总体打一个分数 您会给他打多少分 95分 如果让您给这位女士打个分 你会打多少分 打98分 印象不错呀 建一老师 是 戏啊 我觉得他们俩那个相貌啊 气质啊 从这位先生一上来 点包括孩子的条件啊等等 我觉得有相当的匹配度 我觉得关键可能在这位女士上 这位先生应该对这位女士是很满意的 至少和他们自己的那个 心中的目标接近了 好像有点接近了 所以说这点拿心去搞 拿心去对待人 你那个喜欢挪威吗 说句实话 我不喜欢 国外 你看我女儿这三分五四的老伴在的时候 说过多少回 老伴也不愿意去 我也不愿意去 你去了以后 人家 要说住的好 两栋别墅 都是二层楼 要那么大 有什么用呢 房子 不大 能住就行 工资 不多 够花就行 够花就行 要求并不高 您那个选择语录里有一句话 就是说找一位贤惠大度包容的女士 你有什么特殊的爱好或特殊的想法 需要别人来特意的大度和包容吗 我这意思不是别的 我说的这个大度啊 我讲的什么 假设我择殴成功了 因为两个家庭到一块 您更多的指的是这些 多担待点就是大度一点 双方子女 双方子女在一会儿 接住啊 有什么 当然尽量的 儿女都同意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假如说 假如说你们俩走一块了 这位女士说 特别想女儿了 想去看看 您打算怎么办 那就看完女方 对我有什么要求 说了想女儿了 我也想上挪威去 还是你自己去啊 她肯定想您跟她一块去 那没问题啊 第二 您也知道她爱人刚刚去世三年 马上清明节了 她说 这个咱俩谈恋爱了 但是我想去看看我前面这位爱人 你会陪她去吗 每年清明节 都可以陪着去 哎呀 您会不会说这样的话 兄弟 你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她 这话会说的 哎 这句话给她加分了吗姐 加分 现在再给打个分 98 哈哈 我觉得你们有很多共同的经历 一个呢是 爱人都是去世 因病去世 一个是 这位先生啊 有一个 有一件事我一定要给您 在您离场之前告诉您 我曾经在看她的介绍的时候 有一句话 非常打动我 说你们是结婚42年她走的 对吗 然后编导采访的时候 她非常认真的说 她说42年间 虽然我太太脾气并不是很好 但是我从来没有跟她发过火 是您说的吗 42年没吵过架 没办过嘴 这我觉得很重要 二号大姐 这不又加点吧 99 哎 大哥 您也加点 加 100分 100分 我突然觉得 这场上有火 您看大姐直搓手 这就说明有问题啊 紧张 给人家观众都说了 心动了呗 哎呀 其实这个先生我们外面看到她 跟这位女士交流的时候 她是比较被动的 我们前面那位周先生 跟这位女士交流的时候 一直掌握着主动 有问有答 话题扯断 但是这个女士恰恰看到了先生这一点 可能这就是您所讲的那个性格安静 所以我就觉得两个人就是 就像您刚才那分一样 越加越高 越加越高 对 先生 就您上来之前 对这位女士的印象就很好 对不对 姐 您最近好像要出国是吧 是的 你假如有一份爱情呢 有可能带着一块走吗 那倒有可能 好 好 这位大姐即将离开现场 有什么话对先生说 祝您今天选择成功 好 谢谢 慢一点 慢一点 先生 今天来这里 也是因为太寂寞了对吗 需要有个伴儿了 对 一年多来我就看咱们的选择栏目 才有这感触 越看越心动 越看越心动 嗯 真的就是大家别笑 其实很多 像他们这个年龄 甚至更年轻 有五十多岁的人 原来可能都会觉得 我这辈子就这样单着了 但是因为节目中 一对一对的成功 所以我想可能会让 这个单身的人士 会觉得蠢蠢欲动 我也得去看看 是这样吗 真的 嗯 天天看 真的天天看 嗯 就对的 不管是男嘉宾女嘉宾 特别坎坷 嗯 我心里都有感动 因为别看我是个男同志 我这人比较脆弱 感情比较脆弱 嗯 有时候真是 看完了以后 就眼里的 瞎着泪 嗯 真的真是那样 我觉得您可能是个 挺细心的男人 是这样吗 嗯 还可以吧 还可以 对 来推一下二号女嘉宾话筒 二号女嘉宾您好 你好 您好王芳 您已经回到观察室了对吗 是的 有一个细节我想和您说一下 刚才在您下场的时候 我们的镜头可能也能拍到 先生一直盯着您的脚 因为我不断的在提醒 注意台阶 如果我不提醒 我相信先生一定会提醒 这句话 你真猜 猜到我的心里头去了 哎呀 真的我刚要说 谢谢她 有点很温暖 嗯 又是大姐好像要哭了感觉 嗯 大姐是不是一下有点感动 是的 是的 能够听出来您的哽咽 因为我相信 在爱人去世这三年中 其实很少有人这么细致的关心您 是的 所以我想刚才我补上的这句话 又让这位女士对先生加了点分 先生万一今天您要选择成功了 你真得谢谢我 是吧 咱们这个节目说了 我真认为您真是劳苦功高 谢谢谢谢 印象挺好的 我觉得语言挺好的 老伴什么时候走的 就是01年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 嗓子怎么觉得吞咽困难 结果到医院了检查 检查完了以后 说的是这个 适当癌 入院以后 就准备动手术 当时没告他怎么会 就是你这有炎症 对不对 吃点药 在这儿了恢复几天 完了看看不行的话 咱们在这儿了 跟大夫说说做个手术 人家算劝劝的挺好 后来在医院的 这病友有的动手术回来 身体太弱了 回来以后就那个 无根痛苦的样子 他看到了 他这动手术就这样 我不动了 死活不动了 怎么说也不动了 后来我就问主任 他人家不动 可以保守治疗 我说怎么保守 可以放疗 动手术来讲呢 可能至于的 占百分之七八十 这放疗呢 那就占百分之五六 五六十 第二个方案 能治疗 我就后来跟孩子上来 那刚才就这样吧 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做了一个疗程 每个月检查一次 都挺好 结果到了 九月二十九号了 哦 转移了 紧重重的 酸疼酸疼的 转移了 臂超之内都照 完了以后就是 几乎是浑身都是了 哎呀 我还真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我说吃药什么的 可能就好了呢 他哪个月去世的呀 呃 02年3月7号 您自己会不会觉得 非常的艰难呀 呃 我倒是不艰难 我们老伴很艰难 很辛苦这一辈子 在我们家的孩子们 对我们老伴特别尊重 就有意思 因为看电视那时候 刚买了一个十四孙的彩电 看 家里就有电视 就看这个 有时候孩子们看 和他看的不一样 老伴就爱看京剧 爱看老戏 其实他也听不懂 就愿意听这个调 有一回吧 看 这孩子说 你看什么看 你懂吗你呀 你看你看不懂 我在那儿我听见了 我过来了 我说你们 这么跟你妈说话 我说我还告诉你 从今以后有个规定 谁对你妈不尊重 从我这儿了 绝对不干 就是电视 看 你妈看什么就是什么 咱们家你妈就是 重点的保护对象 这个重点保护对象 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边有个原因 我们的户口原来啊 都在老家 都在河北原集 那时候他们在家里头 自己带着撒孩子 农村里头 还得干活 特别辛苦 所以你看这位先生一讲这些吧 我其实心里很感动啊 因为我觉得辛苦的女人很多 或者说很多家庭中的女人 都很辛苦 但是理解他们的男人 并不是很多 很多女士都在抱怨 我辛苦了一辈子 可是那个人却一点不理解 但这位先生恰恰相反 他说的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脑海里有四个字 模范丈夫 我们从您身上也得到了更多 我也希望看电视的好多朋友 他们可能也没有说到电视台选择 这个栏目组 有找伴侣的需求 但是我们也希望他们 能够得到这样的信息 也感谢自己太太 我们要感谢我们自己的夫人 感谢帮助我们 让我们她的是在外面工作的这个女人 谢谢 模范丈夫我特别的认同 但是您又说您在这四十多年的婚姻里面 从来没吵过架 所以我就觉得光有模范丈夫肯定也不够 也就是说您这妻子也真够模范的 性格很鲜惠很朴实 但有时候你们上班 顺便要没事回家了 在路上买点菜什么的 她就说我你以后别买菜 你买的菜不行 你也不懂价格 你别买 以后家里这事你甭管 就是这样 人很大度的这点 很好 所以基本上您的择偶标准 跟原来的这个夫人是很像的是吧 就是这个因素 是吧 受到那种教育有关系 在三号女嘉宾登场之前 先生您有什么才艺吗 没有对不起 您跟二号女嘉宾又挺像的 您好 三号女嘉宾跟您挺熟的是吧 我跟她熟了四十年了 因为她是我亲妈 看您说话很幽默 妈妈也属于这样的人吗 她比我差点 那你担着吗 我我我我这么好的人不可能 嘿你这么说 这么说妈妈可能就着急了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那个拥有幸福的权利 也有拥有爱情的权利 所以她就是肯在这条路上追求一下 往前走一下 所以第一我支持 第二也证明我妈是一个好的人 嗯 你平时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吗 住的不是特远 但是不在一起 不在一个一个小区住 今天所有的嘉宾都在说一个词 叫我很孤独 您觉得你妈妈孤独吗 她心理上肯定会孤独 我觉得她能有勇气来这个节目 来把自己心里的孤独的问题解决一下 也是挺不错挺好的 您觉得一号叔叔和二号叔叔都怎么样啊 都挺优秀的 哪个更适合你妈妈 这得听她老人家的 我也做不了主 就是假如说二号先生 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位先生 假如走进你们家的话 你们会对她很尊重吗 必须的 只要是我妈喜欢的 我们必须尊重 哎呀这姑娘爽快 好 接下来 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您好 哎呦也挺漂亮 大家好 大家好 您好 欢迎您 欢迎欢迎 哎呦 这我叫小金豆啊 小金豆 大家好 我叫王初毅 64岁北京人 李毅 我从事医疗卫生工作 现在已经退休 我这个人开朗大方 喜欢玩 喜欢旅游 来到选择 我想找一位 心地善良 性格开朗 无不良嗜好的男士 共度春秋 你女儿好幽默啊 跟你开玩笑吗 常开 从小就开 你怎么培养说 那么可爱一女儿啊 她妈也可爱不是 哎呦你这性格可太好了 女人是英 可爱而美丽 我觉得自己还挺可爱 先生您觉得呢 挺好的 哎开玩笑好啊 开玩笑她性格开朗 您有什么才艺吗 我想尝一点刘三姐 多谢了 多谢四方中相亲 我竟没有好茶饭啊 老百姓唱的就是这个 比一般女士稍微强些 这人比较快乐性 上天能赶乌云走 下地能催 无故声 也无故声 好 好 谢谢 先生 给您机会 随便聊聊 想说啥说啥 我住海淀 记本桥那边 您三个孩子吧 三个孩子 和孩子们在一块住吗 我跟我们家老二一块住 有个三居水也没有别人了 我就觉得在一块 不管怎么着 在一块只要是融洽 还更显着不寂寞 女儿 您和孩子关系好吗 挺好 孩子和您关系都挺好 都挺好 您对这位先生印象怎么样 如果让你给他打个分 会打多少分 从第一感觉 我不能 我不太了解 打八十 八十分 好 这个 您估计二号女嘉宾 对这位先生印象怎么样 她俩应该是有戏 她恐怕对二号印象 一百分 是明白的吧 即将离开现场 您有什么话 对这位女士讲吗 祝您选择成功 谢谢 好的 休息一下 谢谢 再见 再见 二号先生 再见 体态特征 言谈话语来讲 喜欢二号 但是呢 我有很大的顾虑 她要求太高 有两段婚姻 第一段是生活了25年 就是这两段婚姻呢 我检查我自己 嗯 不能光说别人 嗯 检查我自己 我自己可能 我感觉他草率 太草率了 一个是岁数小 也没推拿这个 人与人交往这么难 我不知道这么难 所以就 不太重视 头脑简单 挺值得 你甭开像这样的人 倒好对付 有什么说说 第二段婚姻就是 登记了 没正式生活在一起 就分开了 不是 不分开不行 她和别人过去了 和我登记了 和别人过二年吧 她本身说是 回签完了 接我去 我心里还特别感谢她 嗯 为什么呢 第一任前夫呢 好像 在我 工作的时候 可能 就是有一点 添烂吧 可是这第二段 一点都没给我捣乱 踏踏实实的 我干了二年 我啥啥等了二年 这两年中你们联系吗 开头有联系 开头那时候有PPG联系 嗯 嗯 有时候我一星期去呢 有时候两星期 我也没工夫 我开了一个小诊所 她回来看您吗 一共三趟 第一趟她个子高 给我挂牌子 第二趟 好像跟我采了点草药吧 二年以后 我说怎么不来 回签 回签楼都盖了 我上这边来看了 回签楼都盖了 怎么人找我呀 我就开始找她 找也找不到 不你们恋爱了多长时间呀 没恋爱 没恋爱 就是婚戒给说的那是 那就领证啊 领证了 她为了领 她那个托了领证以后 可以多得一万块钱 后来我说那个 有点更太草率了 我对你不太放心 不是那我给你写下 那个什么保证书吧 结果她给我签字画鸭 我这人就有点傻实 我觉得杨白老跟女 跟鞋的时候 就按手印了 跟她性格有关系 挺直的挺冲的 说话烟语 嘎翁翠 不你们认识多久之后领的证 真是有一个多月 闪婚 第一次就是一个月 登记 没见着人 因为在生产队长的压力下 我说 逃出你生产队长 谁都成 就这么着 没见着人 所以就说您这是 一块石头上半倒两次 所以我得总结经验了 那你最后找到她 她说什么呀 她说不认识我 那女的说 她都跟我这儿 快二十年了 我们明天就去结婚诈 我说你后天你也去不了 我再去的时候 就是过了两三天以后 我就带了点人 我还呼了一个110 110说 这个你有证书就行 后来我把结婚诈拿去以后 我说你不认识我 可以 你可以认识不认识你这个呀 这是不是你呀 后来那女的就不言言了 女的说真有结婚诈 我说你 你知道你是谁了吧 我不说你 我说我 我因为我失职了 不行 那那先生怎么说呀 她说你说怎么办 我说你说我能怎么办 只能红本画绿本吧 我能跟你说什么呀 你说这二十年你跟她那儿过 你没跟我在一块过 感情也没有 跟她有感情 你说我这工作吧 我也不能陪人家 我也不能照顾人家 我举着大多数责任是在我这儿 所以我说哪个我也对不起你 那个保证数字都有 哪方就是先犯错误 任何处罚都接受 你怎么处罚她的呀 那就离婚吧 她把房子给你了吗 我就不追究房的问题了 那那一万块钱给您了吗 我没见到一分钱 在这方面人与人之间相处 大姐您把这个故事讲的 像别人的故事一样啊 实际是我的故事 我心里面特别痛 我真的觉得你受委屈了 那也不赖人家 赖我 还是赖我自己 影响太大了 哪呢 没有啊 您说不过男方女方 本来你既然结合在一块 就是情投意合 互相共度人生 第一段婚姻 当时生产队长追你 他追我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大我小我根本不知道 后来喘气的我跟他干嘛呀 最起码岁大岁小 都得找一身体好的吧 所以你赌气的就 赌气说嫁谁都行 嫁谁都行 就是不嫁你 嫁的一个前几年还行 过得就是一般 反正没有热烈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般不打不吵 等到七八年的时候吧 他自己承认的 有性感情在外边 我说那就离吧 后来他说离也行 你把俩孩子给我撂去 后来他妈说的 撂去俩孩子行 东给买一个 西给买一个 我就让你走 你不走还不行 后来我一听着话 我真怕了 那时候我二十八 忍了吧 我俩孩子忍了吧 忍到我孩子 他外不了的时候为止 反正我就是这么过来 以后就是说 打 那是肯定打 你跟他打 他打我 他妈他俩打 没份吧 回想这个 不得影响两个人 连孩子都影响 你们离婚的时候 他也同意 他先提出的离婚 后来的 他说的 谁先提出了 谁少掉财产 谁背性 我说既然要是离婚 就是两个人闹不到一块 也不能再生活了 就是没有缘分了 那该离就得离 设计过打什么财产 那都是小问题 他写了我七十多 偏着那个什么罪状 我闺女和儿子都看了 没让我看 我说我看啊 我闺女说你要看 她得把你气死 我说我不生气 写了七十多偏着罪状 我没有那么多罪状 我不生气 到来我也没看 后来吧 他就是说上诊所给我捣乱 打我的病人 打我的病人这条 我绝对就不能容忍了 因为我那病人脸上还扎着针呢 到底是谁起诉谁啊 是不是他一 他这么一给我捣乱 就当然是我又起诉他了 这个妈妈讲的这些事 都是真事吗 差不多吧 你们跟爸爸现在关系好吗 也还行 但是有很多事 其实过去就过去了 对 我觉得我妈 不是计较的特别多 或者是在意的特别多 我们也是 就过去就过去了 往前看呗 就是从我现在想吧 最初是缘分不到 然后到后面呢 就是缘分尽了 其实也就是这件事 所以妈妈现在 其实很不容易 包括她第二段婚姻 她自己讲的时候 我都觉得 怎么会碰盒这样的事啊 她就完书嘛 没办法 那个时代 可能有那个时代的一个烙印 不像现在年轻人 交往的方式啊 然后那个考察呀 就是知识结构啊 就懂一些 比方说 这两人的脾气性格要匹配啊 要什么价值观啊 要理想啊什么 那个时代没想那么多 没交流过 对 你这个前边就是有点犯命 就像小孩子一样 是吧 反正那个不行 其他怎么都行 所以就对自己呢 有点什么呀 就是任性的后果呗 是不是随性的后果呗 然后在后边这一段呢 就更觉得更奇怪 这种事情 可能都属于小概率事件 我觉得前边说 不想不提了 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但是 您刚才说的一句话 我也同意 您也有毛病 刚才女儿说您晚熟 可能晚熟也是一句挺宽慰 挺黑色幽默的话 是 但是您今年都63了 您可别再晚熟了 再再晚 这得多分到什么时候去啊 如果假如说 再选择这个平台 能够找到自己的 比较理想的人 您一定要慎重 是吧 因为你想您就第三段了 第三段 您后面的日子 我们就咱们说 能活到八九十 那也是后边就 就还二三十年 那么一定要慎重 再慎重 是 头脑简单的 你得考虑 对自己负责任的 是不是 我觉得最庆幸最庆幸的 就是你的女儿 你的女儿她的出场 我们觉得 哎呦 这女儿 好阳光啊 如果我们常规去推的话 像您的这样的一些经历 这个孩子可能会信不过男人 她会想 我的爸爸 会把我们放一边 她过自己的生活 她想怎么过怎么过 之后妈妈 又接触了一个叔叔 这个叔叔她更不靠谱 那么对孩子 其实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 她在这种情境下 能够保持这种乐观的状态 我觉得真的好不容易的 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士啊 我们虽然觉得 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 或者她的故事中有很多 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方 很离奇的 对 但是我也觉得 没办 这位女士这一辈子 挺缺少男人的疼爱的 她其实两段婚姻中 从来没有像一个女人一样 好好地生活过 从来没有那种被男人疼爱 有加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从现在忘掉过去的那些东西 我们开始新的生活 不行 您现在那个诊所还开着吗 不开了 就准备她开始找对象了 对 但是您毕竟当过医生嘛 如果另一半什么打个针吃个药 你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她是医的 病养生都 都有一定的水平 对对对 过去就不提了嘛 也不分析了 反正就是二就二了呗 咱把下一步是吧 走好一点 真跟您说的一样 真二 二完了以后才感觉出来 真这么二 现在咱马上就变成三 傻人有什么武器 对 您得这么想 像您这性格 估计很多男人会非常喜欢 真的 我脑子特别简单 就生活上特别简单 简单点好 我相信您再找一位呢 一定要开始美满幸福的生活 好不好 谢谢 好的 那请上各位先生女士 我们来进行最终选择 今天我们两位先生 不知道考虑的怎么样了 一号叔叔您好 叫错了 叫错了 一号先生 你好 选择吗 这三位女士都非常优秀 不适合我 不放弃 放弃 二号先生 您选择吗 我也放弃 哎 二号先生 您为什么也放弃 您不是挺有感觉的吗 不适合 不太感慨出这一步 对 其实我很能理解啊 因为今天呢 我们算是大龄 或者说高龄的女士先生们 来这里相亲 对于他们这个年龄来说 可能更需要 要文准很 她 甜美可爱 开朗大方 我跟您还是离远点吧 我这跟您在一起不太协调 是吧 嗯 那个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她 年轻帅气 沉稳聚焦 还有这带什么好吃的呀 见面礼 见面礼 红烧鸡翅 是的 这有手套 还有手套 他们在选择的舞台上 以一见钟情 那我就唱一个那个 就是我最喜欢的歌曲吧 嗯 这个就是 也送给你 是台永宁唱的一种叫 一生中最爱 哎呀 就直接一生中最爱啊 本该牵手的他们 却在他出现后 让所有人大憋眼前 哈哈哈 然而观众席的男士出现 更让现场错综复杂 你今天干嘛来了 相信来了 跟谁呀 跟潮 面对爱情 他们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最终选择 意外却频频发生 结局到底如何 两位依旧都选择 宋翠翠小姐 是 现在是你做抉择的时候了 敬请收看明晚的选择 好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中 太好了 所以我就告诉电视机前的 所有的单身男女们 你们就勇敢的来选择吧 因为我从69年来选择 现在是三年